学佛的人不怕死 学佛的人知道没有生死 死亡是一回什么事情呢 丢掉这个身体 再换一个身体而已 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 这个衣服穿旧了 脱掉再换一件新 这是事实的真相 聪明人一定要为来生着想 希望来一生比我们这一生更好 更殊胜 这就有意义 就有价值了 要想超越六大轮回 那这就佛法了 闻佛法的机会不多 新加坡得人生的 将近四百万人 几个人闻的佛法 不成比例 得人生这闻法是大性 如果得人生而不能闻佛法 依旧齐心动念都在造卧业 那这好了 人生就得不到了 转眼之间散途去了 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一天 从早到晚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实我多还是实善多 要得人生 那确实 善 决定多过我 十分里面 七八分是善 二三分是我 来生还能够保住人生 我的善跟我是一半一半 非常不保险 谢谢大家